现在说说去玩繁星去了 没玩这个平台了 那个繁星是酷狗嘛 酷狗的吧 酷狗这个音乐 音乐APP那个那里吧 你怎么今天晚上怎么想直播了 我是好久没看到你的 我上来我看到你 反正我多少回进来看一下 嗯 这不斗地主伤心了嘛 晚上睡不着 呵呵呵 这白天采药嘛 然后晚上就打你药材 然后聊聊天就这样子 那个叫谁啊 那个合肥的那个呢 现在没来吗 你说云儿了 在啊 在 我不知道就是 有个云儿 突突合肥的吗 刚刚还在 七八点钟在 八九点钟都说在吧 嗯 都在都在 欢迎青海啊 青海还没休息啊 野猫子 他说明年准备跟温青两个人合伙 在山里面就挖药材 搬到他家就去 今天两个人已经在洽谈了 没人谈不谈得好 我先直接把他取了吧 哎呀 对呀 反正他也离了 是不是一个人 带个小孩 你以为还好 那么小孩都不要现成的 穷啊 哪有这么容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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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一起过日子就可以了 一不花多少钱 到时候顶多叫小沙哥 每个月给你多刷两块钱就可以了 哈哈 这感情好 对 那不就真硬真的那句话吗 小沙哥都说 什么我 我什么什么 你和老公审着花 这话啥说的呢 什么鬼啊 什么鬼啊 那你们 那句话是咋说的呢 什么东西啊 就是 你们不是去跟那些女主播刷钱嘛 就使劲刷 使劲刷 使劲刷 刷了个后就是说 然后 哎呀 咋说的 反正就是你跟女主播使劲刷 刷了让她和她老公审着花 哈哈哈 是这个意思呗 不知道 没听说过 不过说实话 小沙哥 嗯 我在这边山里面如果说 YY这个平台是不行 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做一个带货的话 这山里面的那些好东西还是真的够多 就是太难了 搞山货太难了 现在你说做娱乐主播 我来忙好